鳳雅寶 外國草寮 南君新台田戶 立地藍三富泉水 古早來出草寮 草寮廟 草寮廟 海保老吉隆 草寮 沙灘 新的廟 海保吉隆富 海保有泉水出水 一堆來 安慰一堆 在那裡 是 Those 還會加多多多 一個 還有神馬 很多神轎 還有車谷陣 還有宋江陣 十方福五千歲廟 後面還有觀世音菩薩的廟 南斗興金、北斗興金 還有 供奉六十甲子的太歲興金 供奉祖天神聖 供奉十八樓漢 你看喔 用那個竹子也可以蓋房子 用竹子就可以蓋房子了 就地取材用竹子 就可以蓋房子了 你看屋頂也是用那個 竹子 柱子 洞樑 都是用竹子 十五千歲 禮五千歲 五五千歲 從這個解說牌 可以了解他的歷史演變 解說牌 這紙 就這個這一章嗎 你就念這個文字 赤坎羅安平古堡 回福建 迎請前來 祭天拜海的隨見 隨見 神尊 西元一六六五年 其部下 共奉 慈府 慈王爺 入海埔 屯墾 大殿草寮廟 奉寺 此時水絕頭 就是麻豆缸 龍佛奉瀉那邊 在那現在 台灣首武大學的 西南 東南邊 水絕頭 被殷拜 清乾隆 年間 怕說台灣出現那個 真命天子 奪了清草的天下 所以派地理師過來 麻豆這邊破壞地理風水 叫他被殷拜 麻豆 李慈 吳三尊王爺先飄底海埔 再流到 南昆森建廟的行程 三百多年南昆森李慈吳 山府王爺 以每年農曆三月底回來海埔草寮廟 慧香的輝煌律師 和王爺埔 海埔慧王 山府慧香更成為 海埔慈王也不可磨滅事蹟 如今慈王府光輝耀元 神威顯賀 香火鼎盛古早草寮廟 重現風華 屍古悠情 盎然而生 在 現在的 海埔慈王府 廟後第二殿 後殿 有觀世音菩薩的廟 正前方 有地圖 有地圖 我是林朝正成功那個時候的地圖 有出現 倒楓港又倒楓內海 可以看到 海埔 他就在倒楓內海 內港的西南位置 麻豆是在比較正南邊的位置 下營北邊有地頭港南投港 在北邊有舊營 鹽水 所以這個海埔 就是屬於麻豆鎮的 古代的話 是 北邊 北邊有那個 倒楓港 倒楓內海 是內海 第二一 草寮廟的重建代表 海埔慈王府走過古老歲月 三百多年來蒼桑多邊 汽水泡漢江河 金里風環不再 王爺浦山虎廢鄉 輝煌事蹟越以淹沒 井山淳河道 麻豆港水接頭 被鷹拜覆沒 這是被用 那個古代炸甘蔗 可能是荷蘭人統治時期壓炸甘蔗 那個叫石車 車 兌放在那個龍火縫瀉 龍火的位置 破壞地理龍水 他令人難以想像往昔 繁榮盛況 從邪民留下的痕跡 煩起民眾失古情懷 進而回饋鄉土 民國四十五年以前 南昆森 李 池 吳 山尊 王爺美紅 農曆山內地 今天是農曆山二十三 媽祖聖誕的日子 麻豆戴天虎 虎虎千歲 武王廟 武王有初心 繞境中午有到 海浦慈王府這邊 第一個鎮頭是蜈蚣鎮 還有很多義歌 神教神馬等等 海浦慰王的 蛛師馬雞也難以追寫 搭建草寮可以喚起雲眾 雲水失源激發信眾 屍古悠慶 讓昔日這段光輝燦爛的台灣開拓時 吉武府王爺發展史 留下面懷的一夜 期待珊瑚 黑鄉恢復 期盼讓 輝煌 歷史花揚光大 草寮廟 風華 重現 猶如進入 王爺浦 歷史回廊 除印正海浦池王府 歷史久遠 神威顯赫 香火 頂盛外 在民間信仰上 也留下長遠的回響 我們更期盼珊瑚廢鄉的旗幟 重新飄洋 他後面 他旁邊 他外面 有飄洋好多旗幟啊 哇 他叫做磁王府演繹 有那個綠色的黃色的黑色的 藍色的紅色的 象徵五湖 五營啊 中營是黃 東營是東 是綠色 西營是白色的 北營是黑色 南營是紅色 這廟城 這麼大 南營軍史公園 你看有直升機 中正戰機 還有那個 勝利 勝利女神飛彈 防風飛彈 防空飛彈 勝利女神 防風飛彈 還有那個 船艦的那個 車艦 螺旋的部分 你看 正前方那個是 戰艦上的那個泡 套座 然後右邊 右邊注意 去看的話還可以看到有 海軍用的船 戰艦 還可以看到那個戰車